2021年2月1号,缅甸军方突然拘押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其他执政党高级官员,夺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同时宣布国家进入积极状态。 昂山素季这个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实际最高领导人,曾被视为一座人权灯塔,一个愿意放弃个人自由的政客,至此真正失去了自由与对国家的控制。 当然,这不是他第一次面临这种场面,对于近20年来有一半时间都在被软禁的他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 但作为缅甸的最高领导人,获此待遇可能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那这次事态的结局将会如何? 缅甸的民主斗争与改革将会如何推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一看。 关于这次突然政变的缘由,缅甸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采取拘捕行动是对选举舞弊作出的反应, 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年后将进行选举,军方会将权力交给慎选者。 根据缅甸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透露的消息,除了昂山素季,总统温敏和部分高级官员也被军方人员带走。 目前,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缅甸首都内比都和最大城市仰光街头都有士兵驻守, 一些主要城市的流动网络和电话服务被中断,国营电视MRTV就指他因为技术故障暂停广播。 同时,内比都的通讯被切断,而仰光等地的网络速度非常慢,BBC和CNN等国际电视台的广播讯号也被切断。 此事一出,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响。 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先后发表声明,批评缅甸军方的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也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敦促缅甸军方领导人释放所有政府官员和公民社会领导人, 尊重缅甸人民通过11月8号民主选举所表达的意愿。 他还说,缅甸军方必须立即逆转这些行动, 澳洲就呼吁缅甸军方要遵守法治,透过合法的途径解决争议。 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对缅甸军方拘押昂山素季等人予以强烈谴责。 此外,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新加坡都对缅甸局势表达关注。 而缅甸的邻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 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缅甸去年11月举行了国会大选, 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了约83%的议席, 被视为清军方的政党联盟巩固与发展党, 在476席中只取得33席。 但军方指控选举出现舞弊, 他早前向当地选举委员会提出上诉, 要求推翻结果,但不获受理。 而就在此前几天, 文官政府和强大的军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军方称,11月的选举出现了舞弊, 引发了人们对选举后政变的担忧。 虽然军方上周表示他会遵守宪法, 但其实,2月1号发生的一切, 看来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变。 虽然军方仍然掌有很大权力, 拘留昂山素季等政治领袖仍然属于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可能会引起强烈反弹。 这次被反叛的昂山素季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是一个从人权斗士到种族屠杀的辩护者。 1991年, 在缅甸被尊为夫人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诺奖委员会主席称他为无权者力量的杰出典范。 现年74岁的昂山素季在1989年至2010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受到军政府的软禁, 因为他一直在不懈努力使缅甸实现民主, 这一事实使他成为20世纪在专制镇压下进行和平抵抗的国际象征。 但在2019年, 昂山素季将在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庭上出庭, 为缅甸政府面临的实行种族灭绝指控进行辩护。 由于缅甸军队的镇压, 数十万罗辛亚穆斯林从缅甸逃往邻国孟加拉国, 他们对此感到愤怒, 他们指责昂山素季拒绝谴责势力强大的军队, 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强奸、谋杀甚至种族清洗的暴行, 然后令人惋惜的是, 由于缅甸国内人口大多数佛教徒, 不太理会对大多信奉穆斯林的罗辛亚人, 因此事件并没有影响昂山素季在国内的形象, 但是在国际上, 昂山素季基本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 缅甸近几十年来的命运, 都与这个充满争议的女性息息相关, 而这一次的缅甸又将面临怎样的国运, 我们谁也无法估量。 如果政变和解, 昂山素季重回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那他会找回初心, 继续为缅甸的民主设身取义吗? 而如果缅甸军方政变成功, 捧上一位新的领导人, 那这个国家是不是又会重回二十年前的黑暗与混乱呢? 关于这一切, 我们只能留待时间来给我们解答。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